这个搜寻的方法记得就是从那个Google的首页进到Play商店 然后再输入关键字去搜寻一下 那当然这个地方我常常 其实之前呢我教过类似应用的课程 所以我会经常在里面找找看应用程式里面 那有没有一些比较好用的像四颗星以上的 然后呢使用观看的那个状况都还蛮好的 那我就把它下载下来 OK这个部分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说我在云端白板上面也放了一些东西 包括什么东西呢 各位可以看在我们的这个连接里面 那因为我们已经进入到第二阶段了 第二阶段就是APP部分 所以请各位点击APP 那里面的话一样 我会有相关的补充资料跟云端白板 那云端白板里面的话 就会有第一个 因为将来我们会把网站变成APP 需要注册一个叫phonegap的一个账号 那就是借由这个网站 它可以帮助我怎么样 把一个网站资料夹的压缩档 变成一个APP APP就是一个安装程式 它可以让你安装在手机里面 OK那就是靠这个phonegap的网站 那它的网址就这个 build.phonegap.com 那如果各位有时间的话 等一下可以先怎么样 先去register一下 就是先注册一个账号 因为它一个账号呢 可以帮你产生一个APP 那你利用那个账号 你就可以去产生APP了 OK所以以后 你需要交给我的就是一个APP 就是一个可以安装在手机的APP 那流程的话其实不复杂 就是它有三个选项 一个是free的 一个是一个月9.99美金 大概是一个月300块台币左右 然后一个是Adobe的会员 那不过我想你们就应该选这个 如果你口袋很深的话 你可以选这个 OK 那不过它的缺点是只能产生一个 一个就是私有的那个APP OK 那不过那其他的话 不然你就是 就是先建一个什么Adobe ID 然后我想注册的方法 自己再摸索一下 应该不复杂 然后create一个ID 账号密码填上去 那就会有了 OK这个是第一个 请各位自己再去注册 那将来会可能会传上去 不过它只能产生一个 所以以后如果说你产生一个之后 那你要产生第二个不行 怎么办 你要把旧的删掉 再传就可以 那怎么做 这边也有图解 就是已经做一个 如果你比如说102已经做了 它占用了 怎么办呢 先把它删掉 再传106就可以了 就是说它有点是占存就好了 102就不在 但是你自己要存档 云端上没有 可是你自己有 所以如果你现在又要产生102 你再传上去也OK 就是它只是一个暂时让你产生一个而已 如果你觉得太麻烦 没关系 就是付点钱 OK 我自己都没有注册了 不过后来我发现 我就注册了两三个账号 不就好了 也是嘛 它不是你如果10个的话 那你不就有10个 可以放10个App了 OK 那这个地方的话 自己再把它了解一下 如何删掉 这个部分第一阶段就是 先注册账号 PhoneGap账号 然后再删除账号 第二个就是说102App 那我们将来要做一个102的App 完成的画面就类似长这样子 本来不是长这样的 本来是一整个嘛 可是你不能说在 手机给它一整个 这样使用者观看非常不方便 所以你必须做出上面这边 有没有看到 123 这个叫做导览列 你要必须给它一个导览列 然后呢 下面有一个List 就是 这个应该是一个清单 你要给一个 上面给导览列 下面给一个清单 那可以用导览列 也可以用清单 反正就是点进去 就可以看到它要的结果 页面大概长这样子 它就可以怎么样呢 跳到比如说最新消息 这边就有一个最新消息的 是新书登场 都可以了 反正就是先点进去 然后呢 你可以下一页 它可以下一页 下一页 下一页 反正一直塞一口就对了 下一页 总共三页嘛 你就下一页 就是第三页 再下一页 回到第一页 再下一页 反正永远都是在 第一 就是下一页 或者是什么 一个Back Back是什么 上一页 就回到刚刚 或者甚至最后这边 加一个什么 加一个Home 有没有 回首页 这样的话呢 不就可以 让我们达到怎么样 浏览一个资料的目的了 那有点像一本书 不过这本书比较活 可以跳来跳去的 那这个部分的话 你会发现画面就不一样哦 而且长得 感觉会比较质感一点点 那怎么做 后面的话 会跟各位讲 那基本上步骤 大概就是会有这几个啦 等一下再跟各位陆续讲 OK 那这里 第一个哦 画面就好像给各位哦 这里的话 在讲义里面呢 各位可以有时间 可以稍微看一下 也就是开发的方式 早期其实会有很多方法 但是会有个问题说 可能会用到什么Java 要写程式 那这个可能对有些同学来说 会是一个障碍 所以我们这种方式的话 它有个优点 就是说呢 不需要写程式 也可以完成 那它的观念呢 实际上就是用网站开发 把它转成App 那底下有相关的说明叙述啦 比较是属于理论的部分呢 各位有时间 就自己再稍微看一下 因为这个部分的话 我想自己看 应该可以看得懂 那怎么样打造 那里面当然 打造前面这个部分 我觉得你可以先略过 没关系 这个地方可以略过 这个地方 什么SDK啦 这个地方可以暂时略过 不用去做没关系 因为我觉得这个地方不做 好像也可以做出 我们要的结果 那我们需要的就是说 怎么样在那个Zenweaver里面 去做一些 我们要的这个App出来 那这边有相关的 像模拟器 那不过模拟器 我觉得也不用设定 因为我发现那个设定 实在太复杂 还有这个PhoneGIF的登录 除了说呢 可以在那个 我们Zenweaver里面登录之外 也可以在网路上做 不过我发现在网路上做 好像比较简单 因为这个有时候 从这边登录 经常是十次有九次失败 所以这个 这个我想你们再试试看好了 这种登录方法 如果你不从这边登录的话 你可以从网路上登录 那网路上登录的话 我刚刚讲过那个网站 它叫Build Build.phonegap.com 那首先的话 Build.phonegap.com 打错字 打错了 应该是Build 这边打错了 Build.phonegap.com 进到里面之后的话 第一个如果你没有账号的话 你就怎么样 就是去做那个GateStar一下 那GateStar之后的话呢 你就选择这个Free的 记得选这一个 然后它会提供给你一个 如果你口袋深一点 你可以选这一个 然后我选这一个 Free的OK 那再来的话 就是说点进来之后呢 它会要你 这个有一个AdobeID 如果你没有的话 请你注意一下 Gate 这边点一下 因为刚刚同学好像点 就是点不进去 这边有Gate 那你就是先注册一个 也就是说你一个 一个Mail账号 可以申请一个AdobeID 如果你有两个Email账号 你就可以申请两个AdobeID 那也就是说你一个AdobeID 就可以有一个 转换APP的一个空间 所以如果你多注册几个 好像 不过这好像 它应该是不希望你这样做了 OK好 那比如说呢 你已经假设我申请了一个 那如果我要登录的话 直接就登录进来 因为我申请了好几个 我用我主要的这一个 我登进来看看好了 然后这边的话 把密码打上去 然后State OK 打勾取消 OK 这个时候的话呢 我如果注册好 我就可以登录进来了 那登录进来之后的话 各位可以看到 这边就会有一个什么 有一个画面 那目前里面是空的 那以后呢 我们只要怎么样 这边有个Private 然后底下这边就是 我要将来要上传的 这一个 一个什么呢 一个网站 特别注意哦 这个网站 必须要先压缩成一个ZIP档 之后再传上来 那传上来之后呢 它的主要作用就是 它可以帮你怎么样 可以帮你把 你的网站 变成一个什么呢 一个APP 那如果是Google的手机 它会是APK档 APK 副档名是APK 那如果说你今天是iPhone的话 它好像是什么呢 IPA吧 它副档名是IPA 我印象中好像没错是IPA 不过如果你要转iPhone的话 iPhone或iPad可以用的这个APP 你可能要先去 一样到那个 Apple的网站上面 去注册一个开发人员的帐号 才有办法 那那个Google的就不用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当然它将来也可以做出那个 iPhone iPad上面也可以用的APP 没有问题 这第一个 就是注册账号 以后的话 我们就可以开发上面 就比较简单 再来的话 第二个就是说 我们要把什么呢 之前的那个102的这个网站 变成一个APP 那方法的话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说 在我的简报外面一层 会有一个102的那个相关的画面 那这个这个部分的话 我们按部就班来看一下 首先的话第一个 我们要先建立一个什么 建立一个资料夹 这个资料夹名称叫102APP好了 那这个102APP的资料夹 再放在哪里 放在桌面上 那目前存在吗 目前是不存在的 所以请各位 先把练习档 里面也不是102 请你把它拖拉 复制过来好了 复制一个 把它改成102APP 本来是102 后面加一个APP就可以了 OK 好 那以后呢 我们开发的话 本来里面 本来是一个default 请你注意一下 以后请你把这个先砍掉 因为好像这个会干扰到 这个把它砍掉 砍掉 然后呢 以后放进来的那个首页 不能叫default.htm 要叫index.htm 不是default 是index.htm 因为在那个APP里面 它会认的第一个画面 就是index.htm 好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要怎么样利用那个Dreamweaver 帮我们产生我们要的这个网站 基本上主要的动作大概就是 先这样子 然后下一步的话呢 就是再来把相关的东西放上来 有点像是利用Dreamweaver 帮我怎么样 把这个套餐 就是相关的东西放进来 然后转换之后 就会达到我要的结果出来 那像后面有一些相关的画面 我们等一下再来逐步来跟各位做解说 比如说呢 刚刚看到那个画面里面 怎么样做出什么呢 导览列 可能比较有困难就是 上面的这个导览列 跟下面的list view 怎么让它产生 那第一步的话 我想各位先产生资料夹 第二步的话呢 请你把这个Dreamweaver的这个软体打开来 那打开来之后的话呢 并且建立什么 建立一个网站 那做法上跟前面的做法 基本上都一样 那后面的话呢 我们再来看 如何产生一个 可以互相跳来跳去的一个APP出来 来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谢谢